我想我们分别来完成好了 那当然第一个我先用比较简单 如果说你正列不会的同学 我们先做个旋转复制的复习 所以第一个的话我们用复制方式来讲 第二个再用正列的方式来讲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画个圆 然后给它一个方向 再输入半径40Enter 接下来的话 你们可能会比较小 那你就把它中间点两下 让它放大一下下 再把它缩小一点点 摆在左边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也是一样 再点一个圆 把这边四分点 特别之后四分点一定要出现 所以底下的物件锁点 预设你们是这样 请你记得把它改为使用图示 然后这个物件锁点的部分 四分点一定要点下去 然后再点一个圆之后的话 在这个四分点点一下之后 当然你可以再输入40 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 你就把游标 第二个就是你的目标点 你再点这个圆的中心点 点下去时时也是40 为什么 因为四分点到中心点的距离就是40 你连输入40 或者用点的都一样 然后再把什么 把这边做修剪按空白键 修剪空白键 然后把这边删除掉 对不对 那会留下一个 那我们先教各位 那个旋转加复制 那怎么叫旋转加复制 这边有个叫旋转 对不对 点下去 不过旋转 它再加复制 当然你一次会比较适合 或者两次还好 可是如果你是 大概超过个三次以上 就要用正列来做 会比较方便 不过我们 先试一次给大家 旋转 然后选物件 它底下会有一个提示 选取物件就选它 它是要旋转的 然后接下来按空白键 告诉它选好了 选好之后的话 那你的基尊点在哪里 基尊点这个圆的中心点 所以中心点地方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 要复制 所以在Center 多一个Center 那旋转的角度是几度呢 转过去 刚刚有讲过几度 60 所以60 Enter 这样就一条线 好那同样的 变成这一条线怎么样 再做一次 所以你就是 这个再旋转 那因为我已经先选物件 所以不用 那在中心点这边 其实中心点就是 这一条线的终点 是同一个点 所以没关系 然后再来一样 Center 60 Enter 反正你就重复重复 总共呢 就是先画一个之后 再复制五次 就会是完成的